女人总是用道德来判断问题 男人总是用视觉来判断问题 我不知道你们女性 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我同意 你同意吗 我同意 子童你同意吗 所以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明暗之分 即便你喜欢有博 为什么不公平公开的竞争 对 我公平公正的去竞争 所以我今天站到这个舞台 我只是在追寻我所想要的爱情 我们支持每一个人追求自己的真爱 但不要轻易的以爱之名 你有没有对子童 用一些不光明正大的手段 平平行说 没有 绝对没有 你打电话给子童 让他到酒店找你 当时你和有博在一起 有轻易的行为 这是怎么回事 当时是因为我喝多了 有时候呢 子童会很忙 不会接我电话 所以我会打给有博 让有博再拿给子童 但是那天是因为我不知道 他们俩没在一起 所以我先打给了有博 然后让有博过来 有博说我没有跟子童在一起 然后再打了子童的电话 然后过来的时候 我已经喝多了 喝得不省人事 我不小心 就是当一个人喝多的时候 是完全没有意识的 请注意 你为什么要确保 他们俩真的在一块 如果他们俩在一起 一起来接我的话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合适一些 他的这样的解释 你能够理解吗 子童 你们俩最开始 两人关系好到什么程度 好到 能穿一条裤子算吗 他能让我站在今天这个舞台上 我觉得不像曾经那么单纯了 你认为他今天叫你来的目的是什么呢 将我吹到风口浪尖上 然后用大众的力量去舆论我 如果今天没有站上这个舞台 在实际的生活当中 你和友伯在一起了 你对子童会有愧疚吗 愧疚说不上 如果非得说一抱歉的话 那我只能说 我跟他爱上同一个人 这是谁都没有办法去左右的 如果他一开始觉得他对友伯有好感 我觉得一个有良心的人 都应该控制自己 友伯有没有亲口说我喜欢你 虽然他没有说 但是他也会主动跟我互动啊 聊天啊 大家很开心 如果让那个友伯选择的话 他会选择你还是选择子童 这个说实话我心里不太知道 因为在这个舞台上 大家都会比较尴尬 所以我不知道他的选择 但是我会尊重他的选择 但是刚才子童说 他来之前友伯告诉他 友伯爱的是他 跟你可能就是个误会 他是这么说的 但是我没有听见我不知道 在子童看来是自己遇人不输 引狼入室 男友友伯是被自己的好闺蜜 嘉怡密谋抢走的 但是嘉怡却认为 子童之所以常叫他 一起出去吃饭玩耍 是为了在他面前秀恩来 而他和友伯是真心相爱的 曾经情同姐妹的好闺蜜 如今为了一个男人反目 那么他们口中的友伯 今天会有勇气来到现场 面对和解决三个人之间的问题吗 那么接下来 我们迫不及待地要见友伯了 我们有请子童再一次站到 开启告白之门的按键旁边 子童 我相信嘉怡上来了之后 你的心情更坏了 嘉怡所说 友伯也同样喜欢他 那么接下来我问你 如果友伯今天不敢来怎么办 如果友伯今天不敢来 那也许他们真的有什么吧 那你怎么办 那我就退出呗 你就退出 如果友伯来了 坚持说我只爱你 就像你所说的 因为嘉怡是你的朋友 所以我才会跟他有那么多的互动 你会相信吗 会 那么如果友伯来了 真正的跟嘉怡在一起 就在你面前 真真实实的发生了 你会祝福他们 还是断然离开 又或者是采取用嘉怡一样的方式 我还要把他抢回来 我不会这样说 你的回答让我还是挺放心的 来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四三二一 请按键 请按键 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你是谁 大家好 我叫徐佑伯 今年二十五岁 我是子彤的男朋友 你是谁的男朋友 子彤 梅晶晶 子彤 你跟嘉怡是什么关系 朋友 什么朋友 嗯 是 普通的朋友 普通的男女朋友 为什么那天他会倒在你的身上 是因为那天他喝多了 不经意之间把手搭到我肩上 其实 当时我感觉挺尴尬的 但是 我又反而想 子彤 是嘉怡的好朋友 那时候我也没有多想 因为 在子彤 最亏难的时候 都是嘉怡 陪他一起度过的 所以我抱着一份感激之情 对他 算是照顾 一种兄妹之情 除了子彤之外 你经常单独跟嘉怡在一起吗 不是 偶尔就是 他 发展心 让我 吃个饭 什么时候开始觉得 嘉怡 对你是 有爱慕之心的 两个月之前吧 如果没有子彤的存在 你会选择 嘉怡吗 有可能吗 没有可能 一个巴掌拍不响 苍蝇不顶 无缝了 但 懂吗 你要是真的自己 保持 你的刚才所说的原则 那么我相信这位女孩 也就是嘉怡 不可能主动 去跟你怎么样 也不可能 你们能维持 那么长的时间 就因为你 对她的暧昧 无能量可的感觉 造成她现在 这样的结果 所以我觉得你 特别的不诚实 敢做敢当 身为一个男子汉 我其实挺能够理解的 因为毕竟 在一个 公众的舞台 她可能有 她的苦衷吧 你认为 她有苦难言 她说出的 不是内心的直白 应该是吧 那么接下来 我们把舞台 交给他们三位 让他们自己 解决自己的问题 接下来是 子彤的告白世界 你的告白对象 有你的前男友 也有可能的前闺蜜 好吗 接下来是 子彤的告白世界 开会 你们 我们 订阅 记者